第十六题 如富途所示 在杠杠实验中 木齿质量可忽略不计 若于木齿甲处挂四个砝码 于乙处也挂三个砝码 欲使木齿成水平平衡 则丙处应挂多少个砝码 虽然这个也算是净力平衡 要合力等于零 合力矩等于零 不过基本上我们只要算合力矩等于零就可以了 老师喜欢的说法是顺中立矩等于逆时中立矩 那我们看到 丙挂东西的它的立矩是顺中立矩 然后它这个离中间的支点呢有五格 所以我们假设丙的施力是x的话 那么就是5x是我们的顺中立矩 那么逆时中立矩呢有个是甲 它呢总共它离的支点呢有三格 它挂了四格 所以呢是三乘四 那么另外那个乙 它有呢离的支点是一格 它挂了三格所以是一乘三 那这两个呢都是所谓的逆时中立矩 所以要加起来 要跟这个5x相等 所以5x呢就等于12加上3 也就是15 所以x就等于3 所以我们知道 丙处应该要挂三个砝码 所以第十六题问我们说 因为丙处挂多少砝码 我们答案选的是B 三个要挂三个砝码 我们这个下注写的 原则就等于134 你看到三个码 一段时间 去iency